還有湘芯 各位大哥大姐 先進 我是田園新一線東連段72580C的展包商 中華工程跟大峰營造台灣分工師的現場所長 現在有我在來剛剛主任講過的地方 可能有一些重複 但是我們廠商施工的部分還有一些注意事項 還有一些要拜託各位配合的地方 我再來做一個普通的說明 那我的說明裡面包括我們公司的介紹 還有我們施工時候前中後三個階段 可能需要各位幫忙的地方 還有我們的一些安慰作為 來跟各位再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最後也是我們的聯絡方式 那聯繫方式剛剛主任也有報告過 那我首先來對我們公司跟大峰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我是屬於中華工程溫電線公司的員工 那因為這一標是我們跟大峰一起來共同成長 那中華是代表廠商 那中華從創立到現在已經超過一甲子的時間 那麼這麼長的時間呢 我們成本了很多國外國內的工作 那是一個專精營建本業的公司 那從早年的十大建設 像高速公路 桃園機場 像中油廠區的擴建 吉隆港 花蓮港等等 我們都有參與 那到比較近期 像捷運就好 我們台北捷運第一條就是木造中英亮的捷運 就是由我們工程 中華工程公司來成敗 那接著還有半水縣 還有阪南縣 還有信義 就是這一次我們信義縣的當年縣 捷運我們也不曾缺席 我們對捷運的施工也相當的有經驗 那麼我們中工在國內施工 一向秉持的 秉持優先安全第一 戰戰精心的態度來施工 所以說這麼多年來 我們以捷運為例 這麼多年來 我們也曾獲得業主 跟公交機關 業主機關的一些戰訓 我們也有很多的得獎 像在捷運新章線的CK570第一區段標 我們就曾經得過 象徵工程界最高榮率的金錄獎 跟金子獎 還有在安慰環保上 也是最高榮率的金安獎 我們同時這個標 這三斤的獎項我們都得到過 像在捷運新章線CK570 H標 也曾經得過金錄獎 還有工程的卓越獎 捷運新章線CK570 A的區段標 我們也得過金安獎 另外捷運南桿東連段 C1730 B標 我們也得過金安獎 這麼多的獎項得獎 是一個榮譽 也是對我們的施工品質 的一個肯定 接著介紹日商大風營造 大風營造在日本 差不多在民國38年的時候 他就成立了 那麼他的台灣分公司 是在民國70年 也就成立 他也是在我們國內註冊 的一個甲級綜合營造商 那麼除了在台灣 大風另外在泰國 馬來西亞、柬埔寨、馬達加斯等地 都是有他的分公司 那麼大風在國內 從民國70年到現在 也承軟了非常多的工程 那我們近期 像由高雄港到武甲高雄 這個原路的345kV高壓電的動道 也是潛頓 就是由大風來承換 那另外我剛剛講過的 新莊線CK570 H標、A標、B標 都就是由我們中華工程 跟大風一起合作 來施工的 那另外 離我們最近的就是CK580 B標 就是巷山站 但是他是往101方向 來推進的潛頓隧道 這條隧道也是由我們大風來施工 那麼大風 除了是潛頓施工的專家之外 他在土木還有建築的各項工程 也都有施作 那麼目前 像正在施工 桃園機場 到中立延伸段的潛頓隧道 目前還在施工 也是由大風來施工 那這是大風施工的一些相片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 大風營造 他的潛頓機 全部是在日本 由日立造船廠 來成本 都是用新的潛頓機 然後做好之後呢 才運到台灣 來進行施工 所以說 有些人說 這個潛頓機 都是從對岸 來購買二手貨 大風營造 絕對不會做這種事 他都是由 在日本 日立造船廠 來打造新的潛頓機 來運到台灣來施工 那麼這個相片 就是我們潛頓隧道 完成之後的一個示意相片 那麼大風營造 也得過許多的獎項 像 剛剛講過的 金子獎 那還有代表公安 最高的國家公安獎 大風營造也都成功過獎 那接著我來報告施工的部分 施工前 我們會有許多 必須要乘坐的 的事情 第一個是 呃 林環的鑑定 那第二個是 房屋監測儀器的安裝 第三個是 房屋 這個招牌臨時的拆遷 第四是 騎容進空 另外還有取消 停車格 跟公車站牌的儀設 還有圍儀的設置 跟郊尾改道的作業 那麼 林環鑑定 剛剛主任也有提過 那我在 比較詳細的跟各位報告 那這個工作呢 是為了保護 我們林環鑑的所有權人 或者使用人 跟我們所謂的權益 來做的一個 在還沒有施工前 必須要做一個領航的鑑定 那我們會有 也由專業的工會 或者學術的單位 在房屋的所有權人 或者是住屋的見證下 我們一起 將 房屋的現況 好像有裂縫啊 或有漏水啊 我們做出紀錄跟拍照 這個紀錄呢 我們也會 送到法院來公證 就等於說 我們能保存 施工前的物況 如果將來 真的有發生 房屋有發生什麼狀況 我們才能做為 判斷承認 很非常地理據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在施工之前 就會完成 那麼 我們要進入 這個房屋之前呢 我們一定會 事先的來 通知 所有權人 或者是 房屋的使用人 那我們進去 施工的人員 也一定會 配戴正式的識別證 那我們來做 這一個調查 那日後有 有法院 各位 我們有通知 或者要進去調查的時候 再跟我們配合 那房屋鑑定做過之後呢 我們會馬上做一個動作 就是 安全監測儀器的安裝 就是在我們 房屋的結構的 適當的位置 我們會 來裝設 呈現的觀測釘 跟結構物的請協儀 那這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 裝好之後 我們有一個 初始的資料 那麼 我們在進行施工 就可以隨時的 來測量 來看看這個房屋 有什麼變動 以確保 我們建築物 房屋的安全 那這一個就是 對我們的 街網 影響比較大的 就是因為 剛剛也講過 我們的道路 寬度只有25米 那因為我們施工的時候 會佔用 13米半 那 改道之後 可能 我們的機具 或者是通過的 大型的 車輛 像公車啦 或者是貨車 它比較高 會撞到 突出的招牌 那這個 現在可能 如果是 住在 福德街 的居民 你們發現 那間道上 我們有黑條白線 在我們裡面移一米 可能就是 我們施工的範圍 那如果說 招牌 突出的招牌 是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我們到時候 會協調 這個招牌的 住戶呢 這個招牌 必須要臨時的 把它做一個簽 才不會讓我們的機具 或者 來我們的車輛 有壯到 有危險 那麼我們施工 在我們施工 能夠把這個招牌 維護的 第一時間 我們就會把這個招牌 再維護回去 那當然這一部分 現在利用這個機會 直接告知 大家有這件事情 那真正要拆 拆這個招牌的時候 還會好好的跟 各位 街坊的鄰居 來做商量 那另外就是 旗樓的進空 那因為 施工的需要 必須 增寬這個馬路的用地 所以說 我們削減人行道之後呢 這些行人 就沒有地方可以走 那行人 會走到七樓裡面 那就拜託各位 在七樓 向你們堆置一些雜物 或者 停機車 可能 就要維持進空 讓行人 有一個方便通行的 一個通道 那另外就是 那另外就是 取消停車隔 剛剛也報告過 我們施工之前 會先把人行道 做一個部分的 鏟除 所以說在施工的時候 這個路邊公設的 公有的 停車隔 必須取消 那希望 如果有在這邊 停車的 朋友 或者是居民 能夠改到 玉城公園的 地下停車場 或者臨近 松的臨時 平面停車場 來停車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公車 站台的儀色 剛剛主委員 也有報告過 我再重新的 報告一次 像我們在 南側施工的時候 施工圍儀 是圍著 路德街的南邊 那時候 我也已經想到了 風天宮站 我們會往 這個大道路的方向 遷移到大道路 這個附近的路口 那麼 松永新村站 我們會往西 遷移到 大概 零湖街的附近 那有 搭乘公車的朋友 就再 拜託你們 麻煩你們 多走幾步路 到 我們遷移的 新的地方 去搭車 那麼在 北側施工的時候 在 鳳天宮站 一樣的 會移到大道路口 那 松永新村站 會移過 六十巷 福德街六十巷 的西邊 這邊 那就是 搭乘公車的朋友 就是 拜託你們 多走幾步路 到新的地點 我們遺設的地點 去搭乘 另外我們施工之前 我們會 先搭乘圍禮 那麼 圍禮的下方 我們一定會做好 同一座 讓施工的時候 我們的污水 不會 流到外面 來污染我們的環境 那 為了 我們在 圍禮上 也會 增設 美化的環境 以減少傳統施工 圍禮圍在那邊 一個呆板的印象 那麼 另外施工圍禮 我們有 翻成三種形式 像 土開大樓 像 裡面有的 建築工地 不會影響外面的 我們會設置 全遮室的圍禮 這個圍禮的高度有2米40 然後 在裡面進行施工 才不會對外面進行干擾 或產生危險 那麼 在路線段 我們就會設置 半遮室的圍禮 像這種 我們稱之為V型 跟稱之為C型的圍禮 有一部分 上面是樓空的 尤其是在路口 我們會設置 10米長的 這個C型的圍禮 讓路口 不會因為 這個圍禮的圍色 會遮住視線 看不到左右 或者前後 的來車 或是危險 所以我們必須用 半遮室的圍禮 這是我們圍禮 架設的一個狀況 另外就是我們 施工時候的一個 交圍海道 那剛剛 我們也都知道 有講問答 也有問過 我們計畫 一開始 是先從 圍住 南邊開始施作 那麼 南邊 施工的空間 剛剛主任 也有秀書相對 因為我們要施作 連續壁 基礎 必須在裡面移動 所以需要 最小的寬度 是13米半 那13米半 留下來的 道路的空間 東行 跟西行的空間 這邊 我們那時候 會設置有一個 西行 跟東行 各有一個 兩米的 基曼車道 還有一個 3.75到4米寬的 一個快車道 等於說 還有一個 基曼車道 跟快車道 那東行 西行 都一樣 那 南村的圍禮 我們大概會圍16個月 接著完成之後 我們就圍到北側 那圍到北側呢 我們的施工範圍 裡面 還是13米半 但是 車道的寬度 會有一點點的改變 變成 東行 跟西行 我們會維持一個 5.5米的 混合車道 就是成為一個車道 讓這個交通 也能夠維持 那這個 北側施工的時間 大概是 17個月 等到南北側施工 做好之後 我們會圍住中間的部分 那中間的部分 那中間的部分 我們就開始進行 普方的開挖 還有我們 將來 結構占體的施作 還有潛頓的施工等等 所以說 這一個的 空間 就不需要那麼大 像連續地 那麼大的機具 所以我們施工 裡面的空間 是12米 那這個12米的時候 我們 東行跟西行的 這個車道呢 就可以維持 各有一個3米 還有一個3.5米的兩線道 東行西行 都各有兩線道 來維持我們 胡德路 整個工區的交通 接著我們 報告施工中的一些作為 就是我們 在施工的時候 我們會設置 洗車的設備 工區 經常灑水跟清洗霧面 另外我們的土庵 有土庵 一定會進行覆蓋 還有夜間 我們的圍裡 會有照明 另外就是我們一些 敦清木林的作為 那施工中 各位都知道 我們也很怕 我們施工 的污水 或者是 車輛機具 把這個 髒的泥巴 帶到馬路上 所以我們在 施工的出入口 都會設置 有洗車台 車輛的進出 一定會洗乾淨 才會進出 以避免污染路面 那在工區施工的時候 我們會經常性的灑水 那另外 我們會長期的 租用水車 進行寧靜道路的一個清洗 那麼土庵覆蓋的部分 我們圍到中間之後 或者是我們南北 都會進行淺蛙覆蓋 那麼這個時候 有土庵作業 那只要有土庵 我們一定會用防塵網 來覆蓋 避免造成空氣污染 影響我們的空氣品質 那維尼的照明 我們在施工 因為有三階段的 這樣牽來進去 所以我們的路燈 現在是設在 道路的中央 會受到影響 但是我們架設圍裡 我們會在我們的圍裡上 有夜間的照明 以維持夜間行車 還有行人的安全 那另外就是 我們一些敦清不明的作為 像颱風到了 那有需要的地方 我們會來協助居民 來堆疊潮 進行黃台的措施 那另外在交通 尖峰的時候 或者有需要的路外 我們會請義交 來協助指揮交通 那另外我們的公區的周邊 水溝或者環境 我們會定期的派員來清理 並整理整頓 以維護我們公區周圍的環境 那麼施工後 在我們的站體完成之後 剛剛也有講過 我們會馬上進行土旺回田 土旺回田好了以後 我們會將路面新鋪撥油 並重溝標線 並恢復你的行道 還有我們施工中 以最快的時間 能夠影響最短的時間 能夠來恢復商家的招牌 還有恢復每買公車的站牌 等等的 原道路的這個路貌 那我們的聯繫方式呢 我們目前 永久的 施工永久的辦公室 還在整建 還沒有完成 那我們現在臨時的辦公室 是設在台北市 松山區的東新路12號 地下一樓 那我們辦公室的電話 是8787-6418 如果各位街網朋友 大哥大姐們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時的打這支電話 進來詢問 如果是施工商的問題 我們的窗口 是我們工地主任 蔡明志先生 那如果有關安慰環保方面的問題呢 可以找我們的林科成 林先生 他會來負責 解決各位的疑問 那麼工程網院的資訊 這個又有 比較白的問題 那一樣喔 因為我們 10月17號才正式開工 所以開工之後 我們教我們 共同承擔商的網站 也掛在 捷運局的 網站下 所以說 剛剛主任有報告 他有一個 那個網址 打那個網址 一樣可以 查看到 整個工程的進行 好 那剛剛有 出入反應 是不是我們的 簡短 我們的報告 簡短一點 那我就 簡單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我們這邊再歡迎 陳麗輝 陳麗輝辦公室 那我們以上請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陳麗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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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給我們 知道 謝謝 那我們現在請 那個 中華工程 還有大風工程 還有我們西部設計 顧問 來 我們 來回應各位 鄉親的一些 一些問題 那各位有問題 可以有提問 各位鄉親大家晚安 謝謝 在正式請各位鄉親再提問問題 我大概簡單的說明一下幾個課題